阿姨阿姨 我想问一下 地铁站往哪走呀 你叫陈阿姨啊 我看你比我还大呢 美女美女 我想问一下 地铁站往哪走呀 没错 我就是美女 地铁站的话呢 从前面左拐就到了 嗨大家好 我是西游 为什么同样是背影 有的人看起来像大妈 而有些人一看 哎就是美女呢 当然除了体态不同以外呢 重点就在于发型了 刚刚那个美女的低马尾啊 就是给人一种 非常年轻气质温柔的感觉 哎前面铺垫那么多呢 今天其实就是来教大家 如何扎低马尾的 那么低马尾的教程 千千万呢 有点小心机 更耐看哦 第一点呢 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发缝一定要分好 如果说发缝太清晰的话呢 扎出来的马尾啊 就会很贴头皮 显得发量少 所以呢 我们先从发际线的中心这个位置的 旁边两指的这个位置啊 然后呢 给它画一个大的C字 把头发分过来 你看这样分完之后呢 显得发量多了很多 并且呢 颅顶也自然增高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 第二点呢 就是把头发分成两层 首先呢 取上面一层 从耳边这个位置开始 然后呢 将第一层的头发给它扎起来 放在这个前面 先不要动它 然后呢 我们把后面的这一群头发 给它扎一个马尾 但是呢 这个马尾的位置 不能贴着我们后脑勺 最底下这个部分 一定是 不能低于我们的耳朵 然后大概位置呢 是在耳朵的中间这个位置 过来 这 扎在这个位置呢 是为了让头发和我们的脖子呢 有一个空间感 这样的话呢 才会显得更加的年轻和气质 而且啊 有这个小马尾的支撑啊 所以我们的后脑勺这一块呢 会更加的饱满 接下来呢 我们把我们上面这一层头发 给它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耳朵前面的这个头发 给它扑出来 然后呢 把上面这一层头发 跟下面这一层头发呢 给它绑到一起 OK 现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第三点呢 我们就来处理 前面的两履头发 你们去注意一下啊 那种随意好看的低马尾呢 绝对是不会把整个耳朵都露出来的 因为它要去营造那种蓬松的感觉 所以前面这两履头发呢 我们就单独处理 如果说啊 它跟后面的马尾啊 张在一起的话呢 就会因为马尾的重量 给它这样拉得很紧的感觉啊 所以我们前面的头发呢 给它稍微盖住 半个耳朵 然后两履头发 把它交叉 交叉之后呢 绑在这个马尾的底下 用小平静固一起来 然后把它藏起来 第四点呢 就是处理细节 首先呢 耳边这里的小碎法 一定要给它拉出来一点 这样呢 就可以很好地修饰我们的脸心 这边也是 然后呢 再观察一下我们的头顶 如果有地方是塌下去的 我们就给它拉拉松 拉蓬松一点 最后呢 我们把旁边的刘海 卷一下 OK搞定啦 OK那今天分享呢就到这里哦 我是想要和你一起变美的秀 那我们下期见咯 bye